说到华仔可能现在的00后都不大熟悉,他曾是万千少女的梦中女神,刘德华不仅仍长得帅气有形,还有一颗仍爱慈悲大度的心,对待自己的粉丝,也是出了名的维护和体贴,曾在演唱会上为了维护粉丝怒斥保护自己安全的保安,在他心中粉丝高过了自身的安全,而正是他这种谦虚善良的内心,让他在圈内无人不说刘德华的好。 无论是在敬业还是待人方面,刘德华都能称得上是业界楷模,用得一双心来形容他在合适不过了,刘德华无论是在唱歌方面,还是演戏方面,都有着不俗的成绩,并且也是四大天王中最火的一个,回看刘德华的事业经历,无疑是非常成功的,今天咱们就来唠一唠刘德华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吧。 刘德华听到后,也十分真实地告诉了鲁玉,自己还没达到导师的水准,很多音乐里的东西,他其实都听不太出来,并且调侃到,自己还是好好的当个歌手好了。 不得不说,刘德华在镜头面前,能说这样的话,也是令人敬佩,估计换作别人肯定是不会承认的。 而刘德华则是懂就是懂,不懂就是不懂,完全没有不懂装懂的样子,可能这也正是刘德华能够有如此之好口碑的原因吧。 回看刘德华的事业经历,无疑是非常成功的,而他的情感经历也是非常的让人羡慕,和大美女朱丽倩结了婚,两人早在1986年的时候,就已经认识了。 但在2008年的时候,他们俩人才正式的注册结婚,直到现在,两人已经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,最后,也希望他们俩人能够一直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。